只有獲得勝利的可能性非常大時 才可進行決戰 非常易世界 大家好 我是郭子潔 我是芝希 還有郭哥 看我們這身裝扮 就知道 我們要來對打了對不對 來對打了 來 你是誰啊你 我是誰 我告訴你 嚇死你 我就是格鬥天王裡面 我叫大蛇 大蛇頭 你就是大蛇頭喔 不是 我不曉得那個字怎麼唸 所以我叫他大蛇頭 那個字唸 你叫大蛇踢 我是大蛇踢 我不大蛇頭了 我是大蛇踢 那你知道 遊戲裡面不只有你一個人會用火 我也會 我叫不知所以 你不知所以 你幹嘛打個屁啊 你叫什麼 不知火舞啦 不知火舞 來 不知火舞 看我的鐵站 好了嗎 好了嗎 好了 我都閃過去了 你的射出來的標 我怎麼都閃掉 你真的不厲害啊 這厲害 卡住這麼軟Q啊 軟Q 你卡住 你卡住軟Q喔 這麼軟Q 累了嗎 累了 好 那我們今天就平手 好 我們今天就算打成平手 其實觀眾不想看我們打 對啊 其實觀眾想看專家打 想看維銘哥打 維銘哥他不要說他是老骨頭 他也打不動了 他今天就是做必上關 好…必上關 好 我們介紹我們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這個 臉型最長公布也是最深的 陳維銘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太辛苦了 郭哥 不會 好玩就好 第二位 中華民國俄羅斯武術協會理事長 我們黃君達老師 Yes 主持人好 文哲哥好 大家好 第三位 是台灣侯泉門 玉山武館的館長 江玉山老師 玉山好 這個江老師一看 應該就像外國人了吧 有眼鏡的人都看得出來 江老師這樣子 你如果還覺得他是男投人 我就想打你 男投人是不是 他不是男投人 他是外國人 他如果是男投人 我就大得懂 你根本就是五貫 變相騙誰 五貫 你是一個翹大風 你是一個翹大風 翹… 國哥可以啦 非常異世界 我們今天是非常異世界 我們就是要請到專家來對打 這個厲害 但是呢 當一個男人 我們講到這個對打對不對 一個男人 這個要脫胎換骨 的時候呢就是去當兵 當完兵回來 真的就換了一個人 以前可能不懂事 以前可能什麼體格 沒有… 對 當完兵之後呢 就會 駕駛很難租還 駕駛很難租還 還是讓志希先講一下 你先喝口水 瑋哥 是… 你這個當完兵回來 聽說你是當這個特種部隊 是在特種部隊 那你有學到什麼特戰的技巧 怎麼辦 你這個老骨頭怎麼一身把戲 都配這年輕的都知道 我到底應該怎麼樣反應 對這位小美女 那你就搬那個西瓜 好 西瓜炭 沒有… 其實我們那個年代呢 剛好是在這個 越戰結束以後的那個兵種 然後台灣剛開始接受這個 美軍的特種作戰這一套 然後包括叢林作戰這一套 所以我當兵的時候 我真的學最多的 第一個是野外求生 就是你什麼都沒帶 就把你丟到一個山裡面 然後 叢林裡面 讓你自力更生 對啊 丟到一個地方以後 你自己要去找你在什麼地方 然後你要在七天以內 回到一個叫撤離點 那如果七天沒回來 那就是 七天沒回來 我們就要請法師 請法師 所以招架 沒有這一件事情 那是軍事任務 沒有 它是一個範圍有地圖好不好 我是很怕說你七天沒有回來 那你就退伍了 不會 沒關係 因為頭七沒回來 還有二七 還有三七 我們做四七以後 沒有這一件事情好不好 所以你第一個七一定要回來 一定要回來 頭七一定要回來 所以野外求生是 印象裡學歷最多的 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 我們當時接受那個 越戰的那個 那個叢林作戰的概念 所以當兵動不動就在挖公事 動不動就在樹上爬啊爬去 做陷阱 挖好勾 對 那做陷阱 比方說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們做那個就是 阻斷人家走路的那個 這邊弄一個藤條 藤條 它是往後綁 其實樹枝也可以往後綁 上面就綁滿 地雷的概念 你牽碰到就地雷就引爆 對… 不是 我們沒有用地雷 就是那個就直接打到 你大腿這個地方 打到這一段 是你站也不行 你蹲也不行 很痛苦 然後就算把你拔下來以後 要兩三個人護著你 所以他會消耗你很多戰力 你是因為這樣做特戰部隊 所以才會在綜藝節目學靈波舞 對… 然後做那個藤條 還在戲的時候 不小心打他下巴 下巴就變得那麼長 沒有這一件事情 沒有 是 你到底想要怎麼樣 我們是想知道你當兵 到底當什麼軍手 我在空特部 空… 空特部 對 空降特戰 很厲害 空降部隊 是… 你也是啊 誰是學長 我想 應該是他吧 我應該不同國 應該沒有什麼學長的問題吧 對 空特部隊 這個厲害 那聽說你學空特部隊 你還會什麼 一個空降的動作 跳傘這件事情是 只要你受過這個訓練 你一輩子都不會忘 它變成反射動作 真的嗎 那你來示範一下 那我 既然鋪著墊子 不是 我示範一個這個 就是著地以後五點滾翻 因為落下來的時候呢 它要預防你 就是很垂直的閃 這個力量是 它是最容易受傷 所以它設計了一套動作就是 讓我們一落下來的時候 當你這個前腳尖 一碰到地面的時候 你就反射做這個動作 然後這個動作 你等一下看我做以後 你就會發現 它實際就減緩了 你落地的那個 衝擊力 對 緩衝你的衝擊力 對 好 我們的姿勢 首先是要這樣爆傘的方式 爆傘 爆傘的方式 然後當然會有一些 這個口令什麼 那我現在就直接做滾翻 滾翻 做得不錯 你看沒有 就是 你的腳很僵硬耶 就是我們前腳一碰到 對 就是你前腳一碰到 你就要把身體 弄彈性 然後利用側面的力量 慢慢滾 然後收這個力量 然後一下以後 立刻收傘折傘 即可 這樣 所以不是說 傘兵跳下來 就直接拿著裝備 就要去進攻 要先收傘 然後還要保護自己 這些動作都要訓練 那個 我剛剛做的那個動作 就是基本傘的訓練 像郭哥可能提到 就是比方說特種 特種部隊 一下來就是人家 槍林彈雨掃射你 你還在 還在那邊倒下去 對… 你可能就被倒下去了 所以像我們這邊 不是有俄羅斯的那個教官嗎 對 俄羅斯的特種部隊 就很擅長就是在空中 它還沒有落地的時候 它就開始攻擊地面 真的假的 它就比較擅長 那這一項戰術 老實說在國軍裡面 國軍比較避免 郭哥知道 國軍比較避免我們使用 真槍實戰做訓練 對 所以這個部分比較沒有訓練到 好 謝謝 維銘 謝謝… 好帥喔 剛剛居然小偉講到 這個俄羅斯的這個老師 黃軍達老師 他是在俄羅斯 戰鬥民族那邊學的 不得了 這個厲害了 那黃教練你先 黃老師你現在都在練什麼課程 教什麼課程 我們中心現在主要是針對一般大眾 給他一些防身為主的課程 對… 譬如說像徒手的 或是遇到刀子的攻擊或是瑕疵 槍或是一些環境特殊地形 然後甚至是多人戰鬥的 這方面的訓練這樣子 身體柔軟度的控制也有嗎 那個是比較基本的要素 就是也是俄羅斯武術 跟其他武術比較特別的地方 老師這個 你既然講了那麼多這個防禦 還有柔軟度的操練 你今天能不能來示範一個 徒手攻擊環境 實際示範 好不好 來 歡迎黃老師 示範 來 因為一般在俄羅斯的這個 戰鬥當中我們會把它分成幾個 不同的對象來做訓練 那我先介紹的是像民用的部分 就是比較屬於防身的概念 就是遇到比你身材 可能大了快一倍的人 Maybe OK 那現在狀況就是 他可能用手掐住我 準備做攻擊 這個掐住 冷燈掐耶 這個真的 他如果手伸直你是打不到他的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第一個動作 就是要先解除這個部分 同時要幫助他那隻手的攻擊 對 那隻手 這隻手出來的時候在這邊 為什麼我的手要抬起來 就是防止他這樣 因為我如果是像 直接過來 這個打 如果我的速度比他慢的時候 他手就會直接進來 他就一拳你的下巴就爛掉 所以我的動作我會是 所以我的手是彎的 最好的攻擊就是防禦 然後接下來這隻手踩下來 來 之後 八點耶 離開 OK 我們再做一次 又掐到脖子 這個摔下去 還好他體重有夠重耶 所以說這是攻擊還有反擊 對… 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刀子瑕疵的情況 刀子… 這種情況通常是他對我有需求 譬如說他想要搶錢 他可能是要搶錢 然後我們的動作 當然是先分散他的注意力 先分散他的注意力 什麼 什麼 剛剛動作算快 快了啦 再慢一點 慢動作 慢動作重播 好 我剛剛的動作就是做 刀子架你脖子 然後第一動 然後這是拳頭 先把他的刀子撥開 然後又有拳打他的那個 然後這一手再打他的臉 腰部的要害 然後壓這邊 再壓他的手 然後再踢他的後腦刀 再踢他的後腦刀 對 防身的重點就是 脫離這個險境 而不是做控制 或是做摧毀敵人的目的 脫離這個險境 讓自己有逃離的時間 對…所以我攻擊完之後 我要馬上離開 扳他的刀 對… 好 那這個剛剛黃老師 幫我們示範的這個 太厲害了 攻擊還有反擊 而且很厲害都是 攻的同時就 就開始反應 對… 其實這個如果是用對打來講的話 我們會大家都說再套招 所以說反應一定要快 瞬間你一定要讓自己有逃離的空間 對… 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個江玉山教 老師呢 接下來介紹他是德國來的 德國 我們都知道德國坦克 這第一名 對不對 他是他的 他的頭銜講出來嚇死人 要嚇死人 看我能不能講完 2007到2011呢 他現在是世界散打比賽冠軍 哇賽 冠軍 2015年世界國書擂台冠軍 2016年在日本東京參加RF RF舞蹈 空手道81公斤量級的冠軍 還有 還有很多很多 我們剛剛頭銜有介紹 你是中國喉拳 我是那個喉拳門的 喉拳門的傳人 喉拳門 所以說你喉拳厲害了 我覺得 我的經驗 因為我 我看過很多不一樣的歌門派 是 那個泰拳 泰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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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的 泰國裡面有很多傳統喉拳的動作 在裡面 有 也比較硬一點 他們用那個喉拳 哈努曼是一種喉拳 他們用他的拳法 是 也其他的武術我覺得 哪一個武術 適合我們人類的比較好 因為我們不是狐 我們不是石 我們好像猴子一樣 對啊 我們像猴子 我們是猴子變男 人是猴子變男 這種功夫我研究很久了 我碰到一個師傅 他教我一些那個大聖拳 從大聖拳 我一直自己研究 我研究不一樣的武術 我看 OK 少林拳有什麼好處 那一個武術拳 哪裡都有什麼好處 百合拳 那個大聖拳 大摩拳 我都研究過 好多拳 他集合所有拳術的優點於一身 對 研究 我看不一樣的哥們拍 我現在覺得 我比較適用的功夫 是我實際的喉拳 好 太好了 既然講到喉拳是 江老師最厲害的這個武術 那就請江老師來示範一套喉拳 掌聲 掌聲 這 哇 哇 哇 等一下 身材好好喔 大部分的喉拳 我們 我們用那個手腕打拳 你看我們的手腕 你抓一下 你的手腕很厚耶 這不是厚耶 它是練拳打那個牆壁 打鐵 打出來的那個銅牆鐵壁 你是不是都會打牆壁 沒有 我沒有 我們後全門有一個 這個是真的從超齡 超齡是傳統出來的功夫 這個功夫是完整的 總達做那個筋骨皮 七公 桃鹿 還有很多那個軟度 還有堆打 這是也是最重要的 剛剛觀眾朋友可能沒有我近距離摸它 它這個 從這邊 這一截到這裡 幾乎是死肉 對 死肉的意思就是節鹼有沒有 這裡也有 我們節鹼 一小塊就已經不錯了 它整塊都是死肉 都是鹼 你打它打不痛的 沒有死掉 還有你看那個毛 還有毛 還有毛會長 還有毛會長 他的毛還在打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練那個 短點苦頭的話 還有那個皮膚 有一些部分它死掉 所以毛沒辦法張出來 是 這個是健康的臉 那我們請到了 這位是你德國的老鄉嗎 他是法國人 我現在給你們看一個動作 在我們的那個 一招是擋法 就是這樣 陰招 陰招 然後一招 陰招 一個拔 就是一個招 一招 這個是 擋 爪 爪 後是頭逃 月下頭逃 還有拿眼睛 拿眼睛 戳他的眼睛 戳他的預言 對 這個我沒有做 如果他攻擊我的話 好 在這邊 好痛 來 快一點 1 2 3 它那個左手跟右手出手 大概就在一秒之內完成 好快 用攻擊的方式來當抵擋 今天我們喝的這個茶是什麼 這個叫生麥椅 也就是說 我們在夏天的時候 其實我們汗流很多 對 多到有的時候會覺得什麼 脫水的感覺 然後你就會覺得有點煩躁 甚至會覺得什麼 好累 超暈眼花 對了 這個部分裡面就發現 我們這個生麥 這個生的就有什麼 黨參 人參 西洋參 都可以拿來用 這個是參 對 但是因為我們要適合一般的 我們的觀眾朋友 所以我們用的是 最好用又最便宜的 黨參 國民黨的黨 民進黨的黨 這個黨 這個意思就是 它可以切片 也可以像我們這樣子 整根的 然後它的味道 沒有什麼味道 然後又屬於這樣有點平 又平又一點乾溫的 所以這樣 味道 就喝下去就乾溫了 可是這個 通常我們做藥膳的時候 這個黨參它可以久燉 燉久一點它會像牛奶的顏色 牛奶 對 它像現在泡在裡面的黨參 那這個呢 第二個叫做麥門冬 又叫寸冬 它長得像一寸 海冬瓜的 我以為是葡萄乾 葡萄乾 很像 你以為是白色的那個 水中藥 它是這樣脆脆的 海冬 海冬 很好 它可以生津 潤肺 止渴 這樣子 這個是枸杞 這個就很漂亮 而且枸杞那麼大 這個應該不是台灣的 這個是道地的臨下的枸杞 臨下的枸杞 是非常有用的 又大又紅 對 它可以滋養我們的乾澀 我們剛剛提到 很累 還有剛剛心氣要給它收斂一下 這個五味脂 所以它喝起來是什麼 這個是酸的 是酸的 對 但是這個不用擺太多 這個我們在就是 現場給觀眾朋友看 其實要只要一小個 十顆以內就可以的 所以說這四樣的 泡起來的茶 就能夠在夏天的時候 能夠 神經止渴 補氣 解熱 對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那個喉拳還有和喉拳柔術 在那個地板動作 地板動作 也可以用 在那個傳統武術有兩個拳套 一個是地躺拳 地躺 一個是喉拳 其他的革命派 他們沒有地面動作 好熱 去 後面 中後面 甩 揉到 從這邊可以斷腳 斷他的腳 斷他的腳 現在斷腳他的腳 是 可怕喔 對 再來一個 你看 如果我去後面的話 我可以踢這邊 也我來這裡 又是揉到 雙腳又是揉到 小心頭 哇賽 喉拳原來這樣攻擊 原來有融合 剛剛他講 融合中國的這個 各套武術的優點 如果我在上面的話 我說這樣子 走 我上去 另外一招 好像那個跳舞一樣 另外一招不要動 我在這邊 我用我的 我的很硬的部分 這一個 很硬的部分 踢到他的腳 踢到他 我從這邊的時候 我 大風車 我踢他的腳 從這邊 我還可以踢他的腳 原來老師 地板的舞蹈 對啊 Breaking 這個地板這樣旋轉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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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所以如果 如果他有來的話 來 我在下巴 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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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結後面 我在這個 在斷他的腳 這裡 其實剛剛老師 在對打同時 你說打他喉結 其實你有 有打他的要害 有 一直 一直打他要害 對 你打我的要害 對 他們這五歲 都會防這個要害 所以我們的總點是 我們說哪個 我一直講 鬼手 佛心 鬼手佛心 主打我跟我們打那個 眼睛 眼睛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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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 嘴巴 下面 這個比較適用 對啦 下面 所以叫佛心嘛 那叫仁佛嘛 對不對 雞的叫雞佛 雞佛 還有我們的手都有毒 因為我們每天 碰那個 要碰那個 有細 有細 手都有毒 有毒 你剛剛有握手嗎 不是 那個不會有毒 他的意思是說 有那個 就是 就是有毒 有毒 有毒 還有我們 我們候選的人 我們也需要一個 我們需要參考 我們的能力在哪裡 能力 每一個學生 一定會破磚 破磚啊 破磚 因為你打功夫的話 你沒有這個能力 你學什麼東西 徒手啊 徒手破磚喔 對啊 因為如果你真的打到 一個人的頭的話 可能你的手斷掉 對 會打到人家的骨頭 有一些人說 我不喜歡破磚 我不喜歡套路 你是完整的武術 你一定會 這個小小的能力 好 既然 將老師講到破磚 我們就拿磚塊來上面 來讓他們破一下 好 現在我們現場看到的這個是 從窯裡面燒出來的磚 磚磚是 貨真駕駛的 大家聽這個聲音 去哪裡找這麼密實的磚啊 OK 好 今天要 徒手破磚塊 聽說威廉 平常他只破三塊 為什麼今天要破四塊 因為上電視 他想挑戰自己 好不好 好 來 威廉 Peace Oh my god 四片 也不戴手套嗎 他不戴手套 他徒手啊 他徒手破磚 No 我們節目真的不造假的 這是真的 破針駕駛的磚頭 對圈頭 這桌子會不會 會不會就 壓我壓一下 壓一下 好 大家屏息以待 威廉破四塊磚 導播要 沒有 再猜一下 因為我們的桌子不是很穩 導播要戴好 沒有辦法 這個桌子太軟了 江老師是你吃掉的 不是看看 你吃看看 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 是沒辦法 這個不算 這個不算 好 因為這個桌子比較軟 撐不住 剛剛已經破了一塊 中間破了 中間破了 破掉了 這是其他的是Showcase 小心 有了 有了 這個是真的好的 其實你會 走三打牛對不對 還會 掌聲鼓勵鼓勵 天啊 這個是徒手 手都沒事嗎 好 好 現在先讓江老師休息一下 好 謝謝 太精采了 今天都是真功夫的展現 太可怕了 破磚那個磚塊的密度之高 所以要打一塊都已經很難 沒有殺過的 沒有作假 若真架是直接徒手就破磚 剛剛這個黃老師 這個屬於 示範者是名用 接下來聽說還要進階版的 警用 那都教警察 都教些什麼呢 黃老師 在警用的部分的話 他們會比較 強調的就是控制的這一塊 那控制的具體作為就是 就是說 逮捕壞人 對… 那我接下來就跟 好 來示範一下 逮捕壞人 這個緊 進階的 警用的 對 民用就是防身嘛 對不對 警用就是要想辦法壓制對方 壓制對方 現在的情況就是 假設對方他 就是出拳做攻擊的時候 那我現在的角色 可能就是警務人員 然後我怎麼去做這個應對 好 應對 還翻過來 整個手都快被他扭斷 對啊 打個膝蓋控制 這隻腳 膝蓋控制他的這個 然後我的骨盆這邊 不能翻身 而且他的手腕有折 手有折 這樣直發者本身也是安全 因為他是沒有辦法再攻擊你 他沒辦法再攻擊 對… 喔… 這是第一個 然後我現在做 就是 遇到刀子狀況的控制 現在的狀況 就是假設他是攻擊 警察人常常會遇到歹徒用刀子 拿刀 又摔 又摔 在這邊 然後這邊就做 這邊 你動一下 你動一下 好 算了… 然後這邊再做的話 你可以膝蓋這邊壓制 用體重壓制 這邊 你壓制 所以手完全就會控制之處 但他腳如果亂接亂接 另外一個如果就是 做這邊 做手肘 所以他如果掙扎的話 我可以再做加壓 對 他加壓手就痛到不行 你就不敢做其他的那個 對 然後這個就是 警用的部分 對 比較跟民用他的差別 是 就是有點逮捕 要制服這個人 對 因為警務的人 他不能做太多打擊的動作 可能後面會有些問題 對 只能制服他們而已 對 所以他們著重在控制的部分 是 控制的部分 那如果拿槍呢 拿槍的話 OK 拿槍的話 我們就要拿盾牌了 這個 穿罰到背心 對 穿罰到背心 軍用的話 因為他的目的是以 殲滅敵人為主 對 殲滅敵人 對 所以他的動作就不必 用刀子的部分 刀子的部分 兩個都拿刀 兩個都拿刀 割紅 槍的部分的話 我現在做就是這樣子 這槍你不能再聲東擊西了吧 因為他還可以扣半擊 你好適合喔 你沒有去拍電影才太可惜了 你那個動作滿狠的 OK 然後我們再做 趁他不注意的時候 做躲槍的動作 OK 躲槍耶 躲槍耶 那這一個的重點就是 你頭在做的時候 頭部一定要先移動 所以我頭部 移動 OK 可是在頭部移動的時候 難道他就沒有擊發了嗎 會不會 頭部移動的時候 就是避免他 他的反應 對 甚至他擊發 他可能是往這邊 然後我的手 控制在這邊 讓他不太能夠有左右移動 黃老師你剛剛 閃躲的那個速度 有比子彈快嗎 因為是我決定時間 所以我可以先做 不是他 他反應不過來 對…所以要利用的是 這個時間擦 黃老師剛剛這個就是 因為槍呢 你一定要讓槍機作動 他子彈才送得出去 所以黃老師 直接這樣握住那個槍呢 你怎麼扣板機 這槍也不會作動 真的嗎 因為你阻止他整個板機的作動 就跟扣保險的意思是一樣 如果你握得夠緊 他就不會作動 對 他上面滑套是沒辦法移動 不好意思 如果一個單架在那個槍裡面的話 是比較危險一點點 當然… 如果沒有單架在裡面 對 如果他已經先上躺的話 他滑套不能後動 但是他裡面還是會有一發 還是可以激發的 對… 所以說這個近距離的 如果用槍抵著的話呢 我們就先保持一下距離 要不然那個太危險 好 聽說江老師 你對少林功夫 這個滿喜歡的 對 我很喜歡 因為是真的 是他的那個 什麼講 天下武功出少林 對啊 謝謝 那個台積圈也是那個 張昌鋒也是從少林出來的 對… 所以他的真的很贏的功夫 好 那江老師 聽說你最… 要來示範一下 少林武術最高境界 心 心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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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功夫的名稱嗎 心一把是 OK 心 我們的心臟 還有那個我們的一方面的 還有八字是早的意思 那個心一把有五個終點 然後我們有踢 我們有打 我們有摔 我們有拿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拿 也是那個關節節 還有我們有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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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五個終點在裡面 所以這個功夫 你追蹤這個理論的話 你可以用 好 那我們請這個江老師 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心一把 OK 心一把是完全沒有一個招 沒有招的 沒有招 因為你碰到一個程度的話 你有你的那個身體的那個 科學方面的那個關節 還有你的 還有你的那個衣方面 完全沒有一個功夫 那就是無招勝有招 然後招式心隨異種 對 大部分 你看我 大家都說 你肌肉很大很… No 中間是都是很軟 很軟 所以這個心一把跟台積拳 差不多一樣的程度是在那邊 所以比較軟 所以你的身體 你一定要 你看 如果你練你的身體的話 你練你的功夫 你變成很軟 你的手很軟 你的腰 但是你出手那就寸進 你 這一個部分 如果我的對方 好 那再請威廉 威廉先生 如果我們剛剛看到你抓喉嚨 抓喉嚨 抓喉嚨 抓喉嚨的話 我可以用我的身體 也抓他的喉嚨 好 從這邊 抓他的手 好 你再來 他抓喉嚨的話 我在這邊 我可以用一個小小的功夫 好 好 又把它反制他了 反制他 然後我在後面我什麼都可以做 好 這個功夫 大部分我們用一個三角 我們有一個功夫 一個動作叫那個盤跟 盤跟 所以如果我開始動作的話 我現在連我的腰 第一個部分是連腰 好 也還有取我的那個三腳步 這個三腳步 在這個三腳 三腳形狀裡面 對 百招式這樣 有時候我用我的樁 有時候我用我的靠 有時候我用我的拳 有時候我用我的拳 有那個力量大部分 從那個脊椎下面 這一個部分出來 所以我們這裡的力量比較強壯 這個功夫表演是有點困難 因為看不懂 大家都看不懂 只能看你制服別人這樣 對 精髓看不到 對 這個是大部分這種功夫 心一把 跟那個台積拳24個 金髮 跟那個喉拳都放一起 所以我們 我們有三個功夫 我研究這個功夫 OK 做一個心的功夫 一個心的 喉心心一把 喉心心一把 所以那個功夫是比較 好 這叫喉拳心一把 所以如果 這種功夫比較柔軟 因為我們 我們在中邊的時候 從這邊的時候 從一個沒有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打開我的手 好 OK 打開我的手 也我可以打他的臉 下巴 對 你看有時候 他沒有招式 他只要看對方 對方怎麼來 因為現在什麼都可以做 好 OK 你看 從這邊 如果我要翻他的話 我也可以翻他 哇 又翻 我不需要說 我也可以開這邊 如果我是特警隊的話 我拿槍 他還可以 各自他還可以再反制 才是對付其他敵人 如果我是警察的話 我可以折 起來 我可以給他這樣 起來 再繼續折他的手 對 這個 這個是滿痛的 你看他的臉 如果還不行的話 如果還不行的話 所以這個關節 我可以多用 起來 OK 這是這樣子 這個是輕易把 有很多種功夫在裡面 好 這個很簡單的 讓大家看到就是說 把自己的功夫練得很柔軟 然後無招勝有招 看對方怎麼攻擊 我們怎麼做對的 這個厲害 好 謝謝 我要教你一招好不好 哇 真的假的 要不要學我不知道 我要學 簡單嗎 OK 我剛剛教你那個 你看你做你的 如果你連你的肩膀的話 很軟的話 然後往上往後 往前 然後我 很好 過來 所以你現在做這樣子就好 一個人抓你的喉嚨 你看他也用你的肩膀 肩膀 你看我 往上這個肩膀 沒有 我說肩膀 肩膀 往前 往上 往上 往上這樣 往上這邊 就好了 往上 OK 謝謝你 再來 哎唷 就專門抓到了 再來 我現在推你 你推股 還有你用你的 往後 我推你 你很怕 然後你用你的肩膀不用怕 你這樣就推走了耶 這樣就推走了耶 很簡單 如果你放你的肩膀手 拍一個 等一下 過來 拍我的手 走完你的肩膀完的時候 你拍我的手 謝謝你 好 好 簡單的就練到了 好 謝謝 江老師 好棒 台灣的衣服 我介紹他們三個武器 一個武器是這一種 拐著 對 一直拐 另外一種就是這一種 這個好用 還有 我的想法是那個格鬥刀 OK 這是木頭的 木頭的 這是訓練用的 你練這樣子的話 還有你用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反過來 你也可以練這樣子 而且刀不會離手 對 好 今天我們兩位老師呢 已經教了我們很多的工夫人 很多的技巧 接下來這個工夫 就真的不能學了 不能學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民用的 警用的 接下來還有軍用 軍用 軍用這個厲害 這個實戰的 在叢林野戰 這個功夫這個真的不能學 絕對是最實用 而且最快速就要把對方撩倒 而且平常我們都不會遇到 那我們要請這個黃老師 來幫我們示範 好 那我先跟各位示範就是 對 講解一下就是 徒手的部分 徒手的部分剛剛 因為分民用跟警用的話 動作都會比較含蓄一點 含蓄一點 對 軍用的話 因為他的目的是 以先滅敵人為主 對 先滅敵人 對 所以他的動作就不必 有太多的限制 那我先做 譬如說徒手的狀況 對方如果說是出拳呢 有一點搏擊在裡面 對 乖 就進去 所以他動作 俄羅斯的部分的話 比較特別的是 他會做一些比較順勢的動作 好乖 好 哇 這個 全全倒露 是 這個完全是要殲滅敵人 對 然後另外再做刀子的部分 兩個都拿刀 兩個都拿刀 對 要做 前突刺的時候我們的狀況 OK 刺 再刺他一刀 直接順勢就再刺到對方 不用 他剛剛那個手腕給他拉一刀 這個人就沒了 這就沒了 天啊 割喉 你看這樣已經刪刀了 把這個弄倒已經刪刀了 所以軍事的部分就比較直接 就是直接做摧毀敵人的效果 然後一摧毀之後 馬上攻擊下一個目標 沒錯 就時間要妥善的利用 因為這個叢林野戰的時候 這個很重要 還是我們來個二打一 反正那邊還有一個 二打一 可是老師剛剛撂倒人的速度很快 因為剛剛老師示範這個 如果是實戰的話 其實第一下他的大動脈已經沒了 這個大概30秒之間就沒了 割到大動脈 對 以上就是軍事的部分 軍事的部分 精采 好 謝謝 謝謝王老師的示範 謝謝 軍事要比民用跟警用的更狠一點 對 最狠 那這個王老師 江老師呢 真的是從特種部隊退休 黑衣部隊 對 黑衣部隊 那黑衣部隊的這個教官 那你這個 再來要幫我們示範些什麼功夫呢 介紹德國特種部隊的經驗 也我一些東西我不能講 也我可以跟你講另外一個部分 我退休的時候 我當那個保鏢 保鏢 貼身保鏢 保力蓋 對 我當保鏢 我保護一個那個 一個有錢人 也那個有錢人 另外一個人 借很多錢 我在馬路上的時候 帶他到一個銀行的時候 我們遇到對方 他不要還錢 你知道他在做什麼 他拿他的槍他馬上開槍 真的假的 馬上開 我在我的那個 來…幫我一下 你是那個有錢人 他是有錢人 對 他是我的有錢人 他從這邊來一直 一直 這樣子 你當開槍的那個 我在這邊的時候 我嚇到沒有 沒有一個 擋的東西 沒有危險 我這樣子 我看他 你踢他 我踢他 因為他的槍變成 從這邊到那邊 沒有… 暫停… 你是保護我 我保護你 不是你踢我 我在這邊 你會死啦 他是保護你啦 我在這邊 我踢你 我拿我的外套 好 goodbye 對 我就掛了 對啊 因為你的槍口 從這邊變成 我沒有那麼危險 他變成這樣子 對 因為我就不是目標了 我已經被踹開 我就不是目標了 對 對 剛好你踢他的時候 志祺也從我這邊踢過來 然後我剛好槍就打下去 沒有…他飛 他飛了 我飛啊 他踢很大力啊 對 而且我飛到我就直接去醫院 我就不會在現場 他這麼大力 不是他腳力這麼大 我踢他的時候他有小傷而已 也另外一個人 對啦 我踢到他在這邊 一個在這裡 一個在這邊 哇 因為我跟你講 你有沒有看過這種 有沒有真的開過槍的人 他們不知道你真的開過槍 對方發生什麼事 他真的飛了 飛上去 因為這邊跟這邊 那槍被打到我可以用你那一招 不行啦 你可以用這一招比較好 對 好 所以這個是 打那個子彈 太厲害了 那江老師你能不能示範你的 特種部隊訓練的特種戰役 特種戰技 特種戰技 戰技 就是他們希望你秀一些就是 特種的武術 但是軍方的用法的 軍方的用法 單獨軍方用法 OK 我們有兩種功夫 一種功夫是 你穿得很正常 你有一個小小的那個放彈背心 你當那個水壺 另外一個是你全部要穿 所以你的動作有點卡卡 因為你帶那個 裝備太重 裝備 還有你的徒手格鬥完全不一樣 徒手格鬥好像真的是 那個總和格鬥差不多一樣 還有另外一個 你不可以一對一打很久 你已經很快結束 一定要快速結束 對 很快 很快 因為這一個部分 我們沒有很多動作 我們也是打那個搖開 大部分就是那個眼睛跟那個喉結 喉結 跟那個小龐那邊 喉結先生 特種戰績 我們有五個距離 我們有踢的距離 我們有拳的距離 我們有比較靠近 靠近的那個 近身 肉脖的距離 走脊 膝蓋跟頭的距離 我們還有那個甩的距離 還有最後一個 第五個是那個地面動作的距離 有那個地面動作的距離 你一定要很快結束了 好 好 OK 你看我從這邊 馬上可以壓到他的頭 從這邊我現在用膝蓋 攻擊他 在哪裡 OK 不好意思 從這邊 我馬上拿他的頭 也我可以 脖子就斷了 斷了 他可以往後摔耶 往後摔 他這樣斷就好了 如果我怕他咬我的 咬我的那個肋骨的話 我從這邊 完了 肋骨就斷光 碎光 他直接跪下來那個對方 頭都斷了 走 我們的重點再來 我們 我們在這邊的時候 也試一下 從這邊 從這邊 1 2 3 4 摔 摔 他過去 這裡是應該也是 這就是Ending了 所以說在五秒鐘之內 就掉到一個 Ending是大部分 我現在剛剛那麼漂亮摔他 Ending是 這樣子 所以他的頭一定有 要開花 喔 計時還是致命一擊就對了 一定要致命一擊 對 很快 其他的部分 我來再來一下 左大部分 我們都找 我們都找那個重點 你看如果我這樣子拿的話 又是這樣 又是這樣 好了 就他頭已經砍 他頭就斷了 沒有 因為 我來 從這裡的部分的時候 你看我拿他的頭子這樣 好 在危險動作 危險動作 對 好 如果是上面的話 45度往上 就往上 危險 所以這個 我們沒有時間 因為還有其他的人 對還有其他的敵人 五秒鐘要把他撩 在台灣的黑衣部隊 喔 喔 喔 這是什麼 那個 棍子 緊棍耶 所以台灣的 台灣的黑衣部隊 我介紹他們三個武器 一個武器是這一種 拐著 拐著棍 對 一隻拐 另外一種是這一種 喔 這個好用 這個暗器 這種東西好用 這個以前他們 2007的時候 在台灣黑衣部隊 他們不知道這個東西 我介紹他們 現在他們很了解 還有 我的idea 我的idea是那個格鬥刀 OK 這是木頭的 木頭的 這是訓練用的 訓練用的 這是訓練用的 因為那個多刀比較 比較 比較安全 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有一個繩子 那個繩子裡面的時候 你放你的手裡面 多刀不行 你連這樣子的話 還有你用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反過來 你也可以連這樣子 所以那個繩子 我介紹他們 我介紹他們 你用這樣子 也你一定有另外一個方法 你一定要連這樣子 是 所以你從這邊也可以 用 而且刀不會離手 對… 也還有另外一個 沒有那麼容易得到 對… 不會被得到 這個是我們的重點 所以因為 我研究了二十幾年 那個軍用割斗 這個從這個江老師就知道 他武術的活用 我覺得這是我們學武術 應該要融會貫通 最重要的這個概念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黃老師 還有蔣老師 給我們這個示範 這種頂級的功夫 也謝謝小偉 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記得武術就是練於防身 這樣就好了 記得禮拜一到禮拜五 晚上十一點準時收看我們 非常異世界